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大家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凤凰卫视的记者王雨婷 同时也是本次香港书展 名作家讲座系列的主持人 那看到今天现场很多的年轻的面孔 感觉应该是港飘来的 那当然也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 不过今天全场呢 我们应该会以普通话为主 这个应该是蔡老师的问题 蔡老师 你广东话对不对 我懂听不懂说啊 懂一点点广东话 同学都差不多 差不多 那像是今天 其实香港书展也已经是第34个年头了 那今年也是有非常多的文学大家 来到香港 那不知道您个人来到香港的感觉怎么样 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呢 我上一次来 其实是去年的年初 大概大年初十 然后是我老妈 我母亲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她 她发现她那个腿有点不太好走路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她想趁着她能走路的时候 让我带她到香港 City War 所以其实我老妈 其实我被她骗了 因为到香港的时候她比我能走 我那几天被她拉着 每天走三万多步 甚至走四万步 我老妈真的是跟我草民里面那个冲往猛虎一样 那个是一个猛虎 是一头猛虎 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 其实香港是 应该说 关于这个世界 当时最美好的想象 都是放在香港的 然后我母亲其实是一个 就是你想 他们本来她的父母们 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离开东石镇的 然后到了 因为我的原因 她就会觉得自己 可以去抵达她的梦想之地 香港 所以那个时候她是非常认真的 就是我做的是全套装备的 她还换了那个平底鞋 然后呢 想象 觉得自己要穿着怎么样 才能配得上香港 才能在香港City War 对 然后她还找我 问我说 比如说别人问我 好我要怎么回答 很紧张地做了一些准备的 对 所以那几天我真的是 就沿着 从九龙到港岛 我都带她走 走到我腿太断掉了 因为真的是女人逛旗 街来真的是永远 这个是基因上的 基因上的差距 对 蔡老师非常的风趣幽默 不过呢 还是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看蔡老师的新书啊 因为她最出名的当然是皮囊了 现在是已经突破了六百万册 五百多万 五百多万册 太真实了 那个新书草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买到 有没有看 哦 买到了 可以 待会儿签售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像是我呢 其实算是跟蔡老师之前有一些渊源吧 在上2014年 2014年的时候你应该是写了皮囊 对 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高三 当时其实还看不太懂皮囊这本书 然后只有到了大学去到北京 因为您之前也在北京工作很长时间 对 才明白什么叫做故乡 因为我的老家其实是在西安那一边 其实离北京也蛮远的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才故乡这个概念变得更加的具体 然后你知道你的亲人在故乡 你会回去 每一年其实回去的机会也只有两次 一次就是放暑假 一次就是春节 有时候可能还不能回去 那今天我们这个整个讲座的主题是 重新注定重新发明故乡的一带 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叫发明 就是故乡它当然是一个地理的定义 那为什么要说发明故乡呢 其实我们的故乡 其实从来就是前人发明的成果 比如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故事 比如像我老家是泉州 泉州隔壁是厦门 那厦门比如说古浪雨上 大家现在都知道它是世界钢琴岛 但事实上其实你放在一百年前 钢琴不是他的故乡的样子 不是下古浪雨人理解了故乡的样子 事实上其实是就是在某一个时候 有一个人 华人带着第一架钢琴来到古浪雨 然后他就教小朋友弹钢琴 然后在这些小朋友 在搭建自己的精神秩序 构造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时候 就是那个就进入他最开始构成的那个素材 他就把它称为故乡了 事实上包括其实我后来就是我几年前 四年前我回老家把我就是小时候 就是小时候住的就是我皮囊这本书 你写的母亲的房子 我把它改造成一座图书馆 一座公寓图书馆 那事实上其实当时是静哲老师和阿莱老师 就写陈埃若定的阿莱老师陪我去揭幕的 当时静哲老师阿莱老师说的 我觉得说特别好 他当时在那个揭幕上说 唱他做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中国传统以来 每次文化人文人在远游之后有所成 都会在某个年纪告老还乡 把当时所谓最先进的最好的理念理解 习俗礼仪带回家乡 重新构成那部分的家乡 事实上在我认为 其实不断的发明家乡 构造家乡就是文化人 应该干的一个活 应该做的一个事 事实上其实在我理解 其实文学何尝不是为大家发明家乡 因为时代永远是在向前的 向前的时代会不断的摧毁 我们当时小时候 耐以为生的那些精神秩序 就是那些精神秩序不是用当下的 而文学其实就试图 在变化的这个事件里面 去构造新的精神秩序 或者说去为人心寻找新的弱角点 为灵魂寻找新的容身之处 心所安处极为故乡 所以在我理解中文学 其实何尝不就是在发明故乡本身 原来您指的这个发明故乡 其实是比较依靠文学 因为您之前说 您也是受过文学恩惠的孩子 就是可能在您年轻的时候 不太愿意跟周围的人交流 或者是找不到关系很好 能说话的那种玩伴 可能会更愿意跟文学大家 再通过文字进行交流 事实上在我 我是把故乡定义为 就是构成 参与构造你第一套精神秩序的地方 事实上其实我们和故乡的关系 其实这句话的前一句话是 我经常在讲的是 我们是注定要失去家乡的一代 然后第二句话才是 我们是注定要重新发明家乡的一代 事实上其实 我首先要说的是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第一个要说的是 其实人一直以来 都曾经会是告别家乡 在仕途返乡的 其实返乡这个命题 在文学 在文学世界里是经常见到了 第二个有时代的特殊性 我先说文学上 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离乡和返乡的 像我们大家思考一下 你看 我们是在什么时候 十三四岁 可能就会开始分发出 内心生发出很多情感和欲望 生发出很多情感欲望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故乡是什么 故乡是构造我们第一套 精神秩序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十三四岁 内心开始生发出情感 爆炸性地生发出情感欲望的时候 你就很艰难地 想把这些情感欲望 填进你的精神秩序的包裹 但是慢慢地你发现 你开始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原有的这套体系包裹不了 然后你那时候就开始对家人 家庭 家乡 因为你认识到它的局限 你就产生了抗拒 叛逆 你能经常在十六七岁 开始会强烈地意识到一个词 就是所谓的远方 你就无比渴望区别故乡 对立故乡的一个词叫远方 你会无比渴望 就是区别你第一套精神秩序 诞生地的这所有的要素 你开始渴望远方 但是其实人到达远方之后 你会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事实上其实远方 它没有天然的秩序 远方其实它没有你灵魂的支点 就是支撑点 其实如果你没有回到家乡 你没能跟家乡产生和解 你在远方过的 像我当时在北京 我写皮当的时候就是 我苏女有句话流传得比较广 其实当时我就这种状态 我们都是既告别家乡 又无法抵达远方的人 其实当时的我也像是 活得像一个扶贫一样 就是你知道你没有根 然后随便 你知道没有根的存在 是特别脆弱的 随便一阵风吹来 你就会被它吹散了 其实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然后我是在写皮当的时候 我其实当时写皮当的状态 其实是属于一个 我内心觉得我找不到支点 我不知道怎么继续开展生活 我不知道我的生命该往哪走 我其实是在写皮当的时候 我现在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其实是 那是我第一次向我的来处 向我的故乡求救 向我的故乡求助 就当时我不知道去哪的时候 我就找一个地方 把内心所有逃避的东西 包括我为什么会逃离故乡 我为什么我爱家人 但为什么我无法拥抱它 我无法去跟它形成很好的关系 然后我也意识到 如果我无法跟自己的来处 产生很好的关系 其实我永远是孤魂野鬼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皮囊是我走进自我的来处 去拥抱 去理解 去看见我曾经一个个逃避 或者说否定的 就是自己最开始构成我的部分 其实在我理解当中 其实人总会在某个阶段 逃离故乡和反叛故乡的 是因为就像故乡是构成 我们第一套精神秩序的素材 但是你一定会长出枝芽 就像是当你长出新的枝芽 就像是你就像在土地上 你抽出自己第一颗枝芽的时候 你就会意识到大地的局限 你意识到土地的局限 当你破土而出 第一次看到天空的时候 就所谓天空就是远方 就是你就会意识到远方的可能性 和远方的兴奋 然后就太多人就会以远方的要求 来要求大地 但事实上其实人最好的活法 我也是喜欢皮囊才意识到的 人最好的活法或者说 或者我目前所能想到的 最有力量的活法是 其实你只有像棵树一样 不断地往自己的来处扎根 你才能有能力 不断地长出枝芽 探向天空 其实故乡和远方 从来不是冲突的 你只有回到自己的来处 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构成的 自己怎么长成这副模样 你才会知道你可以往哪走 你可以往哪长 你能长出什么样 所以我也是写完皮囊之后 我才意识到 只有回得了故乡的人 才去得了远方 只有回得了来处的人 才能找到去处 这个是我在写皮囊的时候的 然后第二个我会觉得 这个是所有人都会经历过 被故乡构成 然后看到故乡局限 因为被叛 就叛 离开故乡 告别故乡 又后来又试图 向故乡求助这么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所有时期的人 都要经历的一个 心路历程 但我会觉得在当下的中国 在当下的社会 其实中国可能又遭遇了 更激烈的一些存在 其实过去的这几十年间 你放到人类文明史上 都是少有的 你看 其实我看过一个数据 中国这几十年来 这三十年来 有将近六亿人 从小村 小镇 小城 到达大城市 就是我们有六亿人 带着家乡背景离乡 然后我们所谓带着家乡 是你在家乡 习得的那些生命秩序 精神秩序 理念 看法 人际关系 在你抵达的大城市 完全不匹配 不适应 然后你 其实你会陷入 巨大的迷茫当中 其实在当下我会觉得 就当下我觉得处于这种 无法既告别家乡 又无法抵达远方状态的人 其实是很多的 因为这就是一个大社会时期 更会激烈的一种呈现 因为这个社会就是 会让所有经验束朽 会让原来你构成的第一套精神秩序 迅速的无效化 或者说会让你的灵魂的容身之所 更为脆弱 或让你灵魂的支点更为无力的 这么一个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 但是在这时代 难道我们就此悲观吗 其实我后来发现也不是 因为每个人类的时期 都在往前走的 每个人类的发展时期 都有作家 有艺术家 有各种比如说文化工作的人 甚至受经济政治的人 都在不断地为灵魂寻找 新的容身之所 新的精神秩序 对我来说就是 其实每一代人 都一定会告别家乡 和重新发明家乡的 那作为我来说 我会觉得作为写作者 你就该干这个活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应该拼命地生下自己的故乡 或者提醒和陪伴每个人 先回到自己的根部 先回到你怎么被构成的 你看到能与人之间 是什么相互塑造的 然后再看到自己 可以长出怎样的枝芽 自己可以长出 怎么样新的可能性 非常感谢 不过我自己也是有一个疑问 因为之前有一些作家 可能会这样形容您 说您是一个很幸运的作家 因为您有故乡 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地理上的定位 也是您本身心理故乡的 这个概念对您来说 会更重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在闽南地区 对于这个宗族 以及归乡的这个情节 是比其他地区 要更加浓厚一点的 我个人上感觉是这样 因为你像是很多的孩子 他可能一开始 并不出生在农村 所以他没有一个像您 这样非常明显的清晰的 返家路行 就是他也没有宗族祠堂 我也没有族谱 那我怎么定义我的故乡呢 你像是 我是在西安的大城市长大的 那我本身在这个城市里面 其实我跟故乡的连结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父母 那面临一个问题了 你像现在我们来香港发展 很多港漂都是这样 那当我们在香港扎根了以后 父母在远方的地方 曾经我们自己的故乡 他们如果去世了 那我们现在如何抉择 到底哪里是我们的故乡呢 如果父母已经不在了的话 对 我认同雨婷说的 又认同又不认同 第一个认同是我 我其实 我跟大家坦率讲 其实 首先《皮囊》这本书 首先一开始 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写作的 就当时我 就是 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哪去 我就躲到杭州 其实我躲到杭州的林颖 林颖市旁边住了一个民宿 然后我就在那里 把我内心所有耿耿于坏的命题 掏出来 就把内心所有难受的问题抛出来 然后摁住它 剖开它 拥抱它 其实这么一个写作过程 然后其实 但是出版《皮囊》 我也跟大家讲一个小八卦 其实《皮囊》出版之前 当时写完之后 其实写我不想出版 然后是我的好朋友韩寒 韩寒就跑到 我其实是发在我的小号博客上 小号 用小号 然后他知道 因为他是我 我们高二 我们一起参加作文比赛认识 就高二 他也拿一等奖 我也拿一等奖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世界都是我们的那种感觉 就是 就是彼此 就少年 少年总会有那种少年意气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一直 是内心里比较亲密的朋友 然后他就半夜 有一次半夜两点多 他说他 就打电话给我说他看哭了 然后就像祥林嫂一般 就每周固定 唠叨我几次 你要出书 你要出书 然后当时这本书 其实一开始拿给 《果卖》 也是我现在出版方的时候 其实他们想退稿的 因为他们觉得说 人们为什么要看一个小镇青年的内心独白了 因为当时的文学的畅销书 从来没有这种样式的存在 或者说 故乡不是畅销品 故乡不是文学的畅销品 在当时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好像我很幸运 但其实当时的出版方会觉得 故乡一点都不酷 就是你表现来出一点都不酷 都没有那么的重要 在当时 对 但是我其实也是出完《皮囊》之后 其实困惑的不只是我 我出完《皮囊》之后 因为《皮囊》是我记得第一年47万册 第二年50几万册 第三年70几万册 我自己也看不懂 然后总统老师 比如说碰到甲瓶瓶瓦老师 甲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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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从达这本书为什么卖得这么好 我说 我也不知道 然后那个阿賴老师问我 我们这么要好 你告诉我 你觉得为什么 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反而 反而是皮囊出了韩国版 然后有韩国版的一个文学评论家 叫李金格 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 然后他提供了一个观点 他说他认为皮囊的畅销长销 是因为作者试图调动 中国古代的精神秩序 来呼应甚至疗愈当下的中国人 这句话我反而是 从他者的眼光当中 我在想好像有点道理 然后其实包括后来 为什么会写《命运》跟《草民》 其实我意识到了 其实我家乡的 我一直说 其实一个作家是 老天爷的龙作物 比如说我小时候 我年轻时候 比如说我名马尔克斯 我想当一颗柠檬 但是其实老天爷 在你心里剥的种子 并不是一颗柠檬 作家经常都是 等你长出来了 开花了 结果你才发现 我是一颗榴莲 但我好想当柠檬 但不好意思 你就是榴莲 对我来说 其实写作者 他不太能取决于 他内心最敏感的命题 是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 就像我刚才说 我非常赞同你的前半 一半很赞同是 我的家乡 其实是在当下 是有很宝贵的部分 我家乡泉州 虽然泉州很火 很火了 其实大家 其实当时平常火之后 我就会 我经常就会说 我说泉州必定要火的 因为泉州有它的意义所在 泉州 泉州这块土地 是从每次 就是从东晋开始 每次中原发生战乱 就世代夫家族 带着当时的精神秩序 逃到 闽南当时 其实对中原来说 是天涯海角 逃到当时的天涯海角 藏起来 然后唐宋元明 每次中原发生战乱 就有你看 几千人的大家族 浩浩荡荡 当时所谓的 衣冠难度 带的不只是 不只是人 还有习俗 礼仪 神像 精神秩序等等 其实那些都是能怎么生下来活下去的方法 所以其实泉州意外的 比如像现在泉州 大家觉得 比如说很火的沾花 其实是来自于宋朝的一些习俗 但比如像 像宗族文化 是来自晋朝的 你会发现 不同时期的中原文化 不同时期 我们这块土地上 生长过的亿亿万万的灵魂 怎么样生下来活下去的生命经验 其实它会固化成一些 有的固化为神像 有的固化为医铁药方 有的固化为一些礼仪 一些习俗 但其实都随着衣冠难度 搬到了泉州来藏着 所以泉州的生活方式 我们很忙的 我们真的很忙的 因为我们神明太多了 我们有的神明是 晋朝时候就有的神明 有的神明是 就是原明清 清朝还有很多 很多加身神味 对 我们不完全统计 我自己不完全统计 有五百路神明 其实每尊神明 都是愿对人生 一个很困难命题的 一套精神秩序 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的世界特别拥挤的 因为闽南有句叫 举头三尺有神明 床有床神 罩有罩神 哪里都有 其实就是在你 人生各种困难处 各种需要的地方 都有此前的老祖宗的 留下的生命经验 试图陪伴你的 所以你刚才说 说很羡慕 我也有故乡 是的 但事实上其实 某种意义上 其实或许这是 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的精神原香 精神原香的碎片 准确一点来讲 所以我会觉得 为什么全球重要 你看任何一个 社会的发展 第一代 第一代要解决 活下来的问题 第二就是温饱问题 第二代要解决的是 我们的精神秩序 我们要该往哪去 所以包括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不用 不只是我这年纪 比如像我女儿11岁 在读国际学校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最时髦的东西 是盘佛珠 他们最大的兴趣 是逛寺庙 对 就他们现在很 然后很喜欢民俗 很喜欢民意 其实连最小的小孩子 都知道 当我要出发之前 我先弄清楚我是谁 当我要去往远方之前 我要先抵达我的来处 其实我觉得是 我们一整个国家和民族 都到了 要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奔赴远方了 但是我们很困惑 我们是谁 我们该长什么样 我们该奔向怎样的远方 其实都自觉不自觉 你会发现 这几年民俗民意很火 其实发现 其实是整个国家 都在回家 整个国家都在寻找 自己怎么被构成的 这个来路 然后恰好 泉州是藏着 这些部分 比较 比较丰富的地方 我被称为富矿区 所以我是幸运地 被老天爷拎在这个地方 对 虽然我一度很想当柠檬 或者柚子也不错 但是它偏偏让我 长成了一颗榴莲 但我会觉得 既然我是榴莲 我就好好做好 我榴莲的工作 所以我就 所以我其实是 意识到这个之后 我就知道说 其实我的写作 在当下 可能有一点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通过我自己 因为我刚才说 那些精神秩序 还在我日常生活里 还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或许我是最有能力 通过表达自己的故乡 陪每个人 试图去看见 看见不只是每个人 是看到 甚至是整个民族的 文化跟性 有哪一些精神秩序 通过某些碎片 某些在我灵魂里 在我生活里 留下过印记 给予过支撑的 那些精神秩序 去呈现出来 所以在我看来 这当然是 我有幸 所以我经常说 所以并不是 我的写作多好 只是我很幸运 在一个 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在寻找自己 精神来处的时候 我活在一个 藏在精神来处 最多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但第二个 我想讲一句话 就是我 第二个不赞同的部分是 事实上其实 对 你刚刚那句话 其实老 韩韩跟我讲过 老韩 因为我们从高二就认识 少年嘛 总喜欢装生成 他叫我老蔡 我叫老韩 到现在我们40多岁了 我们从十几岁认识到40多岁 现在我在逼着他 叫我小蔡 对 然后老韩就跟我 说过一句话 类似的话说 老蔡 我好羡慕你 你是有家乡的人 但我当时就回他那句话 哪一个作家没有家乡 或者哪一个人没有故乡呢 就是我说的故乡 并不一定说是小镇 有小镇风情 有小地方格外的经验 才叫故乡 所以故乡是什么 其实在我理解中 故乡就是参与塑造 构造你的第一波的人 和第一波的精神秩序 我说人 比如说像你看 你的父亲 母亲 同学 同伴 邻居等等 第二个我说的精神秩序是 比如像我们宗族 我是在活在这个大的 精神秩序里面 比如说诸多礼语 比如说现在 比如我现在回想起来 比如说像我阿泰 小时候跟我讲的很多俗语 其实你现在认真琢磨 都是万千灵魂跟这世界 发生诸多关系之后 沉淀出来的部分的 其实有某些时刻 你会突然间意识到 他在说什么 支撑着你 其实这块土地 生活过亿万万的人 亿万的灵魂来到这人间 其实也经历了 跟你一样类似的人生 也经历了诸多的人生的困难之处 你相信我 其实你灵魂行进在的 遇到了任何一个人生的卡点 亿万万的灵魂都行进于此过 其实我们之所以觉得 孤独是因为你表达不出来 你难以自我理解 人难以自我理解的自我表达 但事实上其实 在你难以自我理解的自我表达 每一部分 都有一万灵魂行进于此过 都试图沉淀过很多东西 都拼了命的想要告诉你的 所以其实有的人说得出来 有的人说不出来 然后说不出的部分 但是他活成了 他活出了他生命的样子 其实这实际上最重要的道理是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法盖过 但是他活出那个精气神 你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所以其实在我理解中 故乡是什么 就是你的灵魂一开始在寻找 搭建自我精神秩序的时候 你必定是由一个个人 以及还在你的世界当中 以各种方式存在着 一套套此前灵魂储存的生命经验 试图去支撑你的生命经验 构成的 比如说像我 我每次遇到重大事情 或者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刻 我就打一个飞机回东石镇 其实我回东石镇 我不会去跟 你看我不会去跟我邻居 红线奶奶已经七八十岁了 不认识智的红线奶奶 问她说 红线奶奶 我下一本书该写什么 才会读着习惯 我不会问她这个问题 但是她拉着我的手 摸摸我的头 因为我曾经在小时候 被这么拥抱过 我心就定下来了 然后比如说我躲到官地庙 我真的经常在官地庙 一坐就一个下午 其实我没干嘛 我现在已经过了 不断地要向世界发问的联记 不断要向神明发问的联记 其实对我来说 你回到曾经构成和支撑 你的地套精神秩序的 那些地方或那些证据 那些证据 其实会马上让你心安定下来 马上让你的心有支点 比如像我书中常写的阿太 我阿太无疑是对我 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其实我们东石镇 建了一座跨海大桥 把他整个村都拆了 对我来说他已经 就我小时候所有记忆成 就是成满的那个地方 已经消失了 但是当我站在那个地方 我闻着那股海风的味道 我又想起来了 我又感觉自己又被包裹住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人人都有故乡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 构造自己第一套精神秩序的 那个底的 都拖着那个底的 但是只不过 你千万不要以天空的要求 来要求大地 你不要以远方的要求 来要求你的来 远方要求来 要求你的故乡 其实你只要知道 你的根部就是负责 拖着你的底 因为人如果没有 内心没有支点 他心不定 他没有心力 没有心力 你真的长不出新的东西 长不出 探向未来 探向远方的东西的 对所以我刚才说 第一个我确实幸运地生活在一个 可能储存了我们民族 我们国家 就是故乡记忆比较丰沛的地方 但是我也想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根部 都肯定有一个叫故乡的东西 包裹着我们 孕育了我们第一套精神秩序 而且永远拖住我们的底 而且我觉得在当下 其实我刚才在下面聊天的时候 我就讲到我为什么一定要写草迷 就是我是在海边长大的人 我知道的 当台风来的时候 你要赶紧干的一个事情 就是赶紧加固树的根部 其实用草民的说法是 这个世界无疑现在迎来了巨大的台风 巨大的风暴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家 就要拼命做一个事 陪每个人回到自己的根部 就是让自己的根部 能死死抓住自己的来处 让自己内心的支点再强 再强一点 再紧一点 会知道这根部永远有人拖着底 或者说我们彼此拥抱着彼此的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作家 在当下很紧迫的一个事情 谢谢 您刚才有一点说得特别好 就是说草民这个名字的由来 你好像是在书里有这么说过 就是我们虽然生如草芥 但我们有名有姓 就是每一个人 他跟之前您的其他作品 关注个人的命运不一样的点在于草民 可能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底下的那个草皮 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也不能整个草皮掀起来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手上这张手卡 它其实就是草民这一本书里面 带的一个附赠的小地图 然后上面画的呢 就是东石镇 也就是您的那个故乡了 相信现在其实变化应该也蛮大的吧 对 因为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说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的家乡正在死去 因为像是我们年轻的人 会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发展 那家乡留下来的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老龄化的一个特征 那家乡谁来建设呢 那他肯定是会慢慢的 如果真的是不做出什么改变的话 确实家乡是会面临一个慢慢老去的一个情况 那很多年轻人现在的一个困境在于 在大城市生活可能养不活心灵 然后回到老家以后养不活肉体 我找不到一个我在大城市学了这么多东西 我回老家我能干什么 我做什么工作 哪里匹配我 就是这个确实是一个 现在很多年轻人存在的困境 对于这一点来说 您有没有什么可以为我们打一解惑的地方 称不上达一解惑 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 对但我所让自己寻找到的一个方法 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现在试图寻找的 就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内心的支点 或者说其实在寻找自己灵魂的容身之所 你刚才说大城市容不下灵魂 其实为什么容不下灵魂 是因为这座城市还没有一套精神秩序 去包裹你 去让你灵魂有一个可以落地的地方 可以 但事实上其实 但其实这个前提不一定是绝对的 大城市不是就一定没办法让你 灵魂无处安身的 并不是的 然后就跟甘利卡讲的说 农村又容不下肉身 因为确实这是真实的 因为整个产业链 就整个因为工业化的产业链 就会让所有资源拼得集中集中再集中 我在十几年前 我是做媒体工作 我曾经在一个时尚媒体工作过 你们别看我现在长得这样 我在时尚媒体工作过 然后我因而去 早早地比如去考察很多地方的人文 比如说像你去英国你会发现 就是你经常会路过大片大片的村庄无人 就是美国 英国 日本 大片大片村庄就能消失了 就是说所谓的故乡死去了 对 大片大片的 但事实上其实在我看来 我会觉得 其实故乡的本质是给予灵魂一个龙身之所 给予一个灵魂一个龙身之所 给予一个灵魂一个精神秩序的支撑点 所以我会觉得是 故乡的意义不在于说你要死守着过去 因为你不可能用你自己在母土 在你少年时期就是去创造的 去搭建的第一套精神秩序 用来应对未来的 用来应对你不能用过去去应对未来 你也不能用自己的小时候 就是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 怎样的状态里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们回到故乡 不是为了停留在故乡 因为故乡无法被停留的 过去无法停留的 我们回到故乡只是为了知道 我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 有哪些东西曾经让我非常安心的 天然的觉得我就可以以此为托底了 它托住我了 什么东西能让我内心产生强大的支撑感 那些东西你只有找到了 你才能站在这个支撑点上 抽拼命的 因为伸出新的质疑 必然也是痛苦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 这世界发展太快了 快到我们小时候 习得了所有精神秩序 也就是所谓的故乡的核 其实是迅速的无效化 失效化 但实际上故乡本身不是方法论 故乡其实是你的内心支点 是你的内心支点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不用守着过去 因为过去 过去必然就是过去的 我们其实要守着的是 我们的灵魂曾经在最开始的阶段 获得哪一种安定的秩序 这安定的秩序 以现在的要素 以现在的条件 我能重新长出来 大建出一个新的秩序 是怎样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重新发明家乡 特别在这个生命经验迅速的 速朽的这么一个时代 因为我太知道了 就是你看你不可能看到飘在空中 生长的一棵树一样 其实我太知道了 当你内心没有支点 你是没有心力的 你心不定就没有心力 你没有心力 其实你面对小小的一阵风 你都毫无抵抗能力 更不要说去抵御大的风暴 更不要说去长出自己的模样的 对 这个我可能理解一下 你的那个概念就相当于 我刚才不应该问您要怎么办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你就像是我们平常在求 祈求神明给我们答案的时候 神明也不会开口说话 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但是它给了你一些心灵上的支撑 当你知道神明在 有精神秩序在的时候 你就会自己生发出一个要走的道路 比如说我试图把这讲得在 因为我其实也觉得很难讲清楚 让我试图我尽量 尽量把它试图再具象化一点 比如说像我小朋友11岁 我曾经在他两岁的时候 把他送回家乡 然后他现在会讲米南语 他现在口味是冬食味 他一定要吃冬食的土损冻 那些东西 他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然后他会觉得 无论如何 我总有一个来处 他就在上海作文比赛的时候 写我的故乡 他写的是东石镇 而不是上海 对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 因为我知道的 东石镇 我无法确定 他30年后 还有人在吗 其实我 很多人也不太理解 我为什么一定要建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 我负责人告诉大家 那个图书馆太贵了 几乎花去了 我皮囊整本书的 那个稿板税 对 但其实我就打了 其实我也是 我也是怂气了 我一定要打一颗 叫故乡的钉子 钉在那 其实我恰恰意识到 可能几十年后 东石镇没有人去了 但是我在想 我拼命打了一颗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 这颗故乡的钉子 可能有些读者 如果我以后还有读者 可能会觉得 我还有去东石镇的一个理由 但实际上 其实我打了那颗故乡的钉子 它没办法给我女儿 龙身之所的 它其实 说实话 我觉得我后来意识到 我给我女儿 试图创造的故乡 不应该是我的故乡 我理解了 所以 但是你知道 我作为老父亲 我就拼命的 因为我觉得 我能给女儿 最重要的财富 就是我希望 她能像我一样 内心有支点 内心有所依平 因为我觉得 这是存在 这世间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后来 我后来尝试一个东西 我拼了命的去陪她 发现她所有 兴趣和爱好的地方 因为其实 就像文学也是我的故乡 因为当时 当我人生发生一些 重大的挫折 我就会拼命写文章 或看书 其实 现在在我看来 所谓故乡是什么 故乡就是 我刚才说的 你的灵魂的龙身之所 然后我现在也试图 陪我女儿去 发育她的故乡 去开发她的故乡 因为比如说 比如她像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当时带她去听了 很多音乐会 她就喜欢古增 结果她比如说 比如我就发现 她每次跟我老婆吵架 经常的 每次吵架我就赶紧跑 然后她就 因为我不太会擅长 然后她就会 躲到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书房里 去弹古增 其实古增在那一刻 就是她的故乡 就是我其实 不只是古增 比如说 我比起在乎她的成绩 我更在乎 她的灵魂 有没有龙身之所 而这个龙身之所 有没有可能在 以后我也会不在 在我不在的时候 依然能够保护她 和包裹她 因为能够保护 和包裹她的 绝对不是 那些已经 就时间会瓦解的东西 绝对不是 所以我也想说 其实我觉得 需要重新发明家乡 是每个人都要参与 然后有的人的素材 是你现在扎根的生活 你过去扎根的生活 有的人其实是 你现在 你的兴趣和你的爱好 其实我特别强调 大家每个人 要找到这些兴趣和爱好 因为这是你 跟世界共鸣所在 就是这个共鸣 就是你知道 我们这世界上 所有事情 生老病死都已经 这些规定动作 都已经很辛苦了 那么每个事情 依然很辛苦 但是我们来这世界 难道只是来受苦的吗 不是的 其实你跟这世界 产生共鸣的部分 你的所谓爱好 其实就是 你来这世界的原因 也是我认为 可以给灵魂 隆身之所的地方 所以我会觉得 农烈社会的故乡 因为基于一个 长久不变的 几乎永恒不变的地理 永恒不变的人际关系 它可以搭建那些 克舟求见式的 永恒不变的 一个号秩序 但在这么一个迅速 迅猛发展的时代 在这么一个 所谓发展 就摧毁建设 不但摧毁建设的当下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故乡 应该是 能够给自己灵魂 浓身之所 能够给自己灵魂 找到支点的 那套精神秩序 所以我现在也是一个 拼了命的 想用写书 陪每个人 试图去发现自己的 构成自己来处的那些人 那些精神秩序 然后在生活中 我其实是一个着急的老父亲 想在我告别人人间之前 拼了命给我女儿 留下故乡 蔡老师 我其实个人非常的好奇 您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爱好真的就是文学 我是那个 其实我是一个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自夸 对 我应该是一个敏感且早慧的小孩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就不爱跟我同学来往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秃样 秃年一幅 他们都太幼稚了 然后但是呢 当时我又说不出来 当时我就好奇地 发现自己身上又长出了 这点情感 长出了这点困惑 长出了这点欲望 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相处 然后我想跟我父亲讲 我张了张嘴 我说不出来 他张了张嘴 他问不出来 其实我当时那时候就知道 人是那么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 所以才需要作家 作家就是干这个活的 我经常现在说起来 好像被盖过一个理论 很冠冕堂皇 其实这是很朴实的话 就是恰恰因为人如此 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 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终点 才是作家工作的开始 作家就是要就此工作的 然后我在那种状态里面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就拼了命地看书 突然间发现那本书的那段话 像雷一样批中我了 我不理解的部分 他理解 我表达不出的部分 他表达了 然后当时我就拿着那本书 到处拼了命地 要我母亲看 要我父亲看 其实我要他看的是 通往我内心 我无法表达那部分的那条通道 其实好的文学作品 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陪你理解自己 陪你表达自己 然后就像我们看到好的书 比如说像皮囊 我知道的有一点 我刚刚讲就好像 又在夸奖自己了 不是 就是我所有好的书 都有个特别 像你看到一本好的书 你经常会拼了命地推荐 其实是因为那本书 表达你 你无法表达的部分 你希望这本书 这部分表达成为 通向你内心深处的那条通道 好的作品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就是在 小学五年级 我就被雷批中好多次 被那些来自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的那些 最纯粹的灵魂 拼了命地 往自己内心走去的 那些话语 试图点亮那些话语 点亮过 然后我知道了 作家就是干这个事的 作家就是干这个事 所以我就拼命地读书 然后那时候我家里很穷 我买不起书 当时书很贵 当时书其实从 我记得一本书 当时就得五块 然后五块 其实我们当时 我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就是五块 就当时 就我小时候 所以其实一本书 可以抵一家人 一个月的生活费的 就当时的 我家比较穷的情况下 所以我就拼命去书店秤书 然后书店里 把人家书翻 就人家不好卖 所以他们就经常拿了 一个那种赶苍蝇的那种 那种 就头上会记一些 那个彩条的那种 用赶苍蝇的那个 那个竹棍赶我 对 然后我被来 东石镇 我被赶到 没地方看书了 我父亲就 每天坐着公交车 带我去泉州秤书 后来又被泉州的书店赶了 就跑去厦门秤书 所以你说 就是我确实就是 在这么窘迫当中 还拼了命地 因为我需要那个避难所 我需要那个 能容纳我的灵魂的那个空间 或者我需要通过 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的表达 理解自己 看见自己 所以其实就是 我就是在这个 就是做 就这么多好的作家的陪伴下 完成了跟自我的认识 和自我的相处的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 这现在大家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定要做图书馆了 因为小时候到处被赶 对 所以我说 我建图书馆就是希望 如果有小孩需要 他知道书是干嘛用的 他知道阅读是干嘛用的 我希望有个地方 可以让他躺着 坐着 趴着 甚至劈刹着 跳着舞看书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随心所欲地看 其实我那个母亲的房子 图书馆经常丢书 然后那个 我老姐现在帮我看那个图书馆 公益图书馆 说 说弟弟 再这样下去 我们图书馆就没书了 我们要不要加一个安保设备 我说不要 我说就是让他们带走 因为可见那本书 必然表达出 他们表达不出的部分 就让他带走吧 让他带一个 他灵魂的浓身之所走吧 所以那个 但我也不是鼓励你们 去乱去我的图书馆 是吧 因为毕竟还有很多人需要 感觉您这个爱好也挺费钱 可费钱了 还好我书还是畅销的 还能养得起 那我们再聊回您的这个作品吧 我们也知道 其实您的这个创作 整体还是经历了一些曲折的 像是最早您算是一生惊雷 然后出了皮囊之后 沉寂八年 就一直是没有新的作品 其实大家也很着急 出版社催您啊 像是很多读者在网上问您 您的新书什么时候出啊 其实可能您个人也顶着一些压力 但是我看到您的那个第二部作品 命运之后 我就是明白 您写这么长时间也是情有可言 因为真的我觉得比您的第一部皮囊 要好非常多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感觉 我肯定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 因为命运呢 我当时看完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 哇 您作为一个男性 竟然写了这么多伟大女性的故事 竟然写得还这么感人 让我几次潸然泪下 我觉得您确实在这方面 是有天赋并且非常厉害的 因为您比较了解 您祖辈的故事 很多人说现在其实年轻人 他们本身的这个爱是向下流淌的 就是父母很爱你 然后你会很爱自己的孩子 但是如果要让我们真的向上去供养的话 可能还会存在一些 就是心理上的难度 就总觉得父母应该给我们更多 然后我们再给自己的孩子更多 我现在像是我问大家 可能你们也不知道自己父母 当时是怎么谈的恋爱 也没有了解过父母 当时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故事 就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方面 并没有什么很强的好奇心 甚至会刻意去回避 这样的话题 但是您了解阿泰 您的外婆的外婆 您的母亲 您的父亲 就是这些故事都是您所了解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您觉得这样向下去 汲取反倒跟别人会不太一样吗 我知道你们香港的媒体 就很喜欢用那种特别耸人的标题 惊爆 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觉得以下讲的话 可以来一个惊爆 蔡从他畅销的秘诀是 其实你刚刚问的问题 跟我现在回来的问题 在我认为是同一个 就是畅销的原因 跟你刚刚问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来带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在我看来 其实我觉得我的书之所以会有读者喜欢 或者说所谓畅销的秘诀 因为老有作家问我 对 昨天不是又有人问我吗 那我说其实就两个字 我真的关心 我真的关心着所有灵魂 我爱着所有灵魂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我 我觉得我或者我的家人 家庭家乡给我很重要的资产 就是真的爱人 真的关心人 就是在我 我的故事从 你看故事有很多种讲法 一种讲法你看少年天才 然后就是你看我大学 我吹牛一下 你们聋了一下 大学刚毕业 就拿了南方周末年度之近 毕业第三年就当主编 然后就横扫国内外特考奖 然后高 就是出了第一本书 就五百万册 说起来好像是这个 但你又可以讲另外一个故事 你想想多惨 就是在小时候没有钱买书 经常被人用赶苍蝇的赶走 然后在中学的时候 我父亲偏瘫中风 然后拼命地想拼命赚钱 去医治他 但是他最终离开 然后当时因为父亲是偏瘫 其实你不知道他会偏瘫到什么程度 他有可能就直接躺在床上 因为你希望他活得久一点 求你拼命地攒钱 但是事实上其实在我看来 我是一个 我真的是一个极度幸运的人 就是在我父亲 我为什么会 比如像我草民的时候 我为什么能写出那些小人物 比如说我命运的时候 我为什么能这么写出我阿泰 以及像我阿泰一样的 这么多平凡的 默默无闻的 什么话都不说的 这些艰难地扛着家庭的女人们 是因为我自己 比如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 我被他们爱过 我被他们就是 我被他们灵魂拥抱过 我被他们灵魂托举过 所以我知道他们可以这么做的 对 就是比如说在我 我记得我 比如我举个例子 像我父亲 当时要手术心脏了 然后我又要高考 然后当时我母亲 因为我们顾不起护工 我母亲跟我父亲 我母亲就去做护工在医院 然后那年那个 话过年 就我一个人守在家里 然后当时就是我的街坊邻居们 每个人轮流给我送菜 送饭 然后比如说 我觉得我的父母的价值观 应该是传承自 闽南这块地方 传承中文文化的价值观 比如说 当时我父亲医药费不够 我其实我是跪在一个亲人面前 请他借我钱 给父亲做手术的 他拒绝了 我一路边哭边骂 然后我母亲听到了 追出来打了我一巴掌 说你不能骂人家的 因为其实你想 他愿意听 他明知道你要去找他是什么 他愿意花时间听 证明他努力想帮你的 只是你不知道 他站在怎样的生活里面 你不知道 他那个生活能不能让他有能力帮你 但是我想讲的是什么 据说我母亲其实 我母亲 我阿太 我父亲 我街坊邻居们 我那些频繁地 构成我故乡的这拨人 其实在我最窘迫的时候 反而更让我清晰地看到 原来我们的灵魂是在相互拥抱的 我们灵魂是有相互拥抱和相互支撑的那个底的 所以我才能知道 所以其实比如像草民 就总有人会问我说你怎么观察这些人的 我一点都不用观察 因为我们 我们的命运是相互 黏在一起的 像我现在回老家 我一走到东石镇那条巷子里 总有人 比如像红线 婶生 就会拉着我 偷偷跟我讲 我儿媳妇又怎么怎么啦 我那个孙子又怎么怎么啦 然后其实我掌握了东石镇 很多人的内心的秘密 但为什么他们会跟我讲这秘密呢 因为在我内心最困难的时候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拥抱我了 我们的灵魂就相互构成了 相互支撑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说 这个真的不是靠什么观察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作家 作家这个活啊 是有陷阱的 作家首先写作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活 是一个所谓的高级的活 但实际上其实作家 首先你得学会高级的技术 但是你真的要写到人心心里去 你又得去高级化 去知识分子化 去所谓的精英化 作家其实就是 首先拥有精英能力 但是意识到最精英的 最重要的 最世界最奢侈的 最宝贵的莫归人心 人心里面的种种羁绊和 种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因为 在最困难时刻 在人生最绝望时刻 被这么多人的灵魂拥抱过 所以我的内心 一直跟他们在一起 我之所以写命运 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知道太多人 对命运的无偿 产生巨大的恐慌感 我拼命 然后你看我给这个人一百块 给那一千块 没用的 没用的 所以我会觉得 我希望陪每个人 去看到命运的模样 知道 因为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最恐惧是 你看不清楚的东西 一旦你看清楚了 你还可以打量他 观察他 最后甚至跟他交朋友 甚至跟他拥抱 如果再厉害一点的人 还能调戏他 像我阿泰 我觉得就是后来 可以调戏命运的人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就觉得在 命运的无偿时刻 作家干不了太多活 但是他一定要 陪每个人去看到 他们以为他们看不到 看不明白 看不清 说不出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 把命运的样子写出来 像我现在写草明 我刚才我最骄傲的 不是说草明 就是一上来 卖多少卖多少 而是我写完草明 我最近已经收到 两百条 从各种信息 给我说的 说 黑狗达你好 我是蔡耀廷 或我是徐安康 就是我里面写过 一群跟我类似的同伴 然后他们在当时 现在大环境里面 就走到某个绝境里 然后其实我写 台风来了没 这篇文章是因为 我想告诉他 我们都在那的 其实我们都在那 你不是一个人的 我最觉得最骄傲的时刻是 有那么多 徐安康和蔡耀廷说 我看到了 我看到你在那 其实对我来说 这就是文学 就是我刚才说到 少年时期 我被文学 受文学恩惠 甚至被文学拯救 就少年时期 有一本书叫 麦田守望者 麦田守望者 其实你会看到 一个人就站在 那个悬崖边 朝 拼命地想拉住 一个往悬崖那边 奔跑过去的少年 其实我现在在写草明 我就站在 那个台风的礁石上 我拼命地想拥抱 那么多 以为他孤身一人 面对的这巨大 风浪的 这一个个灵魂 对 我觉得这就是 我该去写出来的部分 对 非常感谢蔡老师 今天的分享 那我相信 除了刚才我也问了 很多问题之外 在场的读者朋友们 肯定也有很多 想问蔡老师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的 问答环节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举起双手 不过我之前 要声明一下规则 这个举手之后呢 站起来 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提出你的问题 尽可能地简洁 那当然呢 像是除了本场活动之外 其他相关的话题 那蔡老师是有权 不做出评论的 还是希望大家 把这个重点 focus在我们这一场的 整个交流活动 并且也可以问一些 蔡老师个人的一些问题 谁都可以问 真的吗 好 那我看一下大家 那我们先给小朋友 一个机会吧 第一排的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修成 就是我看过蔡老师 您的那个命运那本书 哇你几岁啊 然后呢 是一个 小朋友你几岁 十岁 哇 我女儿都还没读完命运 我女儿都还没读完命运 给我看 对 就是我就是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写命运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 你要就是我认为的话就是 其实我认为您书中那本 您的阿泰 其实他做出的那种各个的选择 然后或者是他对于自己和自己孩子 他收养的那些孩子们的那些选择 还是 就是您是基于他的什么 您认为他那个命运最想表达 就是阿泰 阿泰那几个故事中最想表达出的情感是什么 谢谢 哎呀谢谢 小朋友问到您的核心问题 对 我刚刚在上台之前 我跟雨婷有聊到说 我说 我惊讶地发现 我的书变成了少儿读物 对 然后果然真的 但我本来以为是皮囊是少儿读物 现在没有想到 对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的小孩 真的他们接受到内容和信息 比我们那时候多很多 他们内心打开的感受比我们快很多 我特别开心这小朋友的提问 而且你说得特别好 我说说我为什么写《命运》 事实上其实在我人生很多困难时刻 我都会想起我阿泰 其实《命运》这本书你 百分之六七十 其实是来自于我阿泰真实的故事 就是他确实也没有 我也不是他亲生的 就是我们确实都是他抱养的 小孩的后代 然后呢 但是我为什么想起他 就是因为在我心目中 我阿泰是一个活到坚硬到 所有问题 所有人间的困难都奈何不了他 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当时其实因为过去的这几年 有很多巨大的困难 可能甚至小鹏还不认识的那些困难 其实是压在每个人头上 压在每个人心里的 然后我总听到 我真的总难过地听到 很多人跟我说 他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了 他不知道 或者我被命运的某个点卡住了 我被卡住了 然后我其实当时 我一开始是试图做一些 很世俗化的努力 我帮A拼命想找工作 帮B拼命想要 想要比如说给钱给他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你发现没用 这不是根本 根本是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让他重新建立 就可以活下去 可以把这些困难 躺过去的那些 内心的支点和内心的力量 然后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就想到 我每次困难的时候 想到我那个阿泰 我当时因为在我心目中 我小时候 无论所有事情 我遇到了所有事情 我阿泰总会 摆出一副知识说 那有什么样呢 那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他坚硬到 什么都围难不了他 什么都卡不住他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从某种意义上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他有多难 就是书中写的就是 你看他生不出小孩 然后抱哑 然后他又一路白发人 送黑发人 然后其实当时 我书里写到说 我大旧宫破产 他被全村的人扣留 这是真的 因为在小时候 我就陪着他 因为他就出不来 他就来不了我家 我就去陪着他 过那种扣留的生涯 自止 也是自止 对 我就过上了 我也陪着那个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写命运这个过程是 我想召唤出 我阿泰的魂灵 或者说 像我阿泰 那般坚嫩的魂灵 是如何 躺过命运的 这一个个关卡的 是如何让自己的命运 流动起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 整本书 我后来理解 我干嘛 写这本书之后 你会发现 整本书 你会发现 像木鹿 陈陈浪 海上土 天顶孔 包括你会发现 大量的跌尺 其实 整本命运 它就像一个 召唤仪式 它就不断地召唤 那么多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生下来 活下去过魂灵 然后去见证 这些坚嫩的魂灵 是怎么 躺过命运的河流的 事实上 其实我想说 坚嫩 从来是我们 这块土地 亿万灵魂的 优良品格 其实坚嫩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真的是 一种根本性的 品格之一 只不过 有时候我们忘了 我们怎么样 去应对它 或者我们一时 被某些东西压垮了 所以其实 对我来说 我就边写 边不止看到我阿胎 看到很多 你在闽南 我跟你讲 比如像我新书里面 《草民》 写到了那个 《冲满门湖》里面 因为我 现实生活中 我母亲确实在 寺庙做义工团 我还得强调一下 是小领导 对 他就是 然后我 其实现实生活中 我经常跟这些 奶奶们 混在一起 我也一帮奶奶闺蜜 其实 他们都已经知道 他们就跟我阿胎一样 他们知道自己的 爱者的所有子孙 在经历如何的困难 他们也试图 虽然七八十岁 也像猛虎一般 试图想为自己的小朋友 为自己的小孩 去成为他的支撑 去陪他 去度过那些困难点 所以其实 《命运》这本书 其实就呈现了 是试图 以这种坚韧的品格 如何和这命运相处 描绘出命运的模样 甚至 当我找到那句话 我觉得这是我阿胎会说 命运其实是我们生下来的小孩 对 所以其实在《命运》这本书里 我反复唠叨一句话 就是 命运最终是由我们生下的 命运有一个秘密 就是 你只要你不停 它就得继续 很多人觉得自己被命运 给控制 给摆弄 但其实我们握有命运 对命运的最大主动权 就是我们不停 它就得继续 我们就可以顽固地坚持到 把当我们的命运 流向一个我们希望的方向 它没有流向我们希望的方向 你就不要停 你就偏活给它看 你就要偏活出 你自己希望的方向 直到命运为你拐弯 直到命运奔着你想去的方向走 所以我当时也是拼命想 被告诉很多认为 自己命运被卡住的人 不要停 你不停 你让自己的人生流动起来 你让自己的命运流动起来 它有一天 一定会流往你希望的方向的 谢谢 好 我再看一下现场的朋友 来 叫一下这边第四排的这位女士 蔡老师您好 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学生 我是一个新厦门人 所以在我为数不多的闽南语词汇当中 我会说的一句就是 全州人 赞老师辛苦 很神奇就是 皮囊这本书是我在几年前逛书店的时候 在畅销书的那一栏买的一本书 但是当我读了第一篇之后 我就搁置了 因为我当时觉得在我此前很顺利的人生当中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么深刻的话题 但是很凑巧 就是直到上个月 我在从家乡飞回香港的旅途当中 我又重新翻开了这本书 看完了母亲的房子和重症监护室里的圣诞节 就是我在您平静的叙述当中 能够感受到您那种深刻的情感 就是在失去亲人的那种苦痛当中 我无法想象您是怎么样去抽离出来的 然后您刚刚说是有身边有人会托举您的这些情绪 那我今天见到您了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开心 所以我想问的再具体一点 就是在我们面对和生命里至亲的这种分别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消解自己内心的这种苦痛 我们该如何寻找自己生命里的这种避难所呢 就是当情绪反扑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再也没有机会去向上做一些 什么事情的这种遗憾的时候 您是如何消解掉这种悲痛的情绪的 那我相信写作是一个出口 除了这些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想要给我们的 因为从今天这种现场的交流当中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就整个这种对谈都透露出一种您曾是语中人 如今也想做称三者的这样一种表达 所以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 谢谢 是的 其实首先我觉得可以 我希望就着这个读者提问之前 讲一个 我先讲一个跟他的问题不太关切的 就是关于怎么读书 因为总有人问我要关于怎么读书 因为这也是牵涉到我待会要回答的部分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读书要不求圣洁 所以你翻开哪一本书 你现在读来没感觉 千万不要读 为什么呢 其实如果它是不好的书 那就不要读了 那如果是好的书 真的是很纯粹的灵魂 拼了命往内心很难抵达某个地方 拼命的前行的作品 你之所以读来没感觉 是因为你内心那块命题还没有敏感 你这个时候强迫自己读下来 其实是错过它的 是错过它的 而且对然后我也要为作家说一句话 如果他真的是认真的 你读来没有感觉 也不要着急骂那个作家 因为有的时候只是 你内心刚好没有这个命题 如果你读不懂的命题 你上时没有感觉命题就别读 我建议是这个事首先是这样子 对然后第二个是 很开心你终于在几年之后 因为其实皮囊一直有一个尴尬点是 其实在网上 其实你看命运口碑非常好 豆瓣致敬还九分 对皮囊就会 因为有人会觉得有刺痛感 有的人会觉得矫情 但是我也看到有人 比如说十年前说矫情 十年后说我读懂了 因为他可能才经历 其实我觉得读不懂 读不懂那里面的人 我是很为他开心的 因为他内心还没有经历那些时刻 我就特别为他开心 那皮囊这本书本质上其实 整个写作过程是特别简单的 就是哪里最痛 哪里是我一直在逃避的 哪里是我回答不了的 我甚至为了逃避这些问题 逃到远方了 但我依然发现 你逃到哪 这些命题真的还像疯狗一样 追咬着你 一直追咬着你 所以其实皮囊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命题 成故乡和远方 理想和现实 怎么面对亲人的深恼病史 其实最核心的就这么几个命题 而这几个命题你发现 其实恰好经常出现的 就大概就是从你高中到大学 刚毕业这几年间会出现的命题 这是我理解为什么皮囊还一直 每年会有几十万车的销量的原因 因为这些命题是我们内心 共同在经历的命题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对 然后整个皮囊写作过程 我说简单 写作所谓简单 其实我说简单是过程 因为整个写作过程 真的像手术 你划开一刀 你往那伤口划开一刀 那里面的龙水 那里面的血 都喷涌出来了 就我写皮囊经常一开篇 然后就写到昏天暗地 其实皮囊写作过程是 一开篇我就写完整篇 就一口气 有时候写了通宵 站起来才发现 左大脑都麻了 因为边写又边哭 然后哭到都疼 就脑袋又疼又麻 当时一站起来走路就一直这样边边的 对 然后其实 但是你要说整个皮囊写作过程 其实我觉得让我有机会 把它叙述出来 就正如刚刚读者提问的 因为你看 在你最难过的时候 你经常说不出话的 其实我以前也试图 在写皮囊这些 我也试图去写这些部分 但我写不出来 然后从这角度 我得感谢我的媒体生涯 我的特稿记者生涯 因为我是先是小说拿奖 高中出过书 后来十年间我都做特稿记者 特稿记者是什么呢 特稿记者其实是 不断地走进一个个 事件漩涡中心人的内心 其实这个干得活 其实就是写作皮囊 你看我把那篇短的皮囊当开篇 短的皮囊有一句话 也流传比较广 就是肉体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伺候的 其实那句话有包含了一个 客体的意思 把自己这副皮囊 把自己所有经历 也当作一个客观体 其实在此前 我做特稿的时候 我是试图报导他人的内心 而在写皮囊的时候 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记者 我假装自己是一个客体 自己是一个他者 我超脱出我的灵魂 我硬把我的灵魂拉出 我这身躯壳 倒过来试图看成 看见我这身躯壳 以及经历的故事 到底是怎样的故事 据说用我的说法是 其实那也是我第一次 把手术刀 就是滑向自己内心 至于说皮囊整个写作 其实有找到答案吗 实际上写作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能找到答案 我也不瞒你 其实写的时候没有期待 写的时候也没有想要找答案 写的时候只是想要去看见他 因为你知道 你看就像一个伤口 本来滑开了 然后你不敢去面对他 他就会化龙 然后你知道那个龙 已经越来越大了 他已经在腐烂了 他甚至会进一步的扩大腐烂 其实当你把它抛开 一打开 一拥抱 其实每个人能 直接去面对最逃避的东西 最恐惧的东西 你才能认识他 才能有机会 我说是有机会 也不一定能做得到 才能有机会 甚至某一天去拥抱他 其实写完皮囊之后 你说我跟父亲的离世和解了吗 我现在事隔十年之后 我还可以告诉你 没有和解 我依然没有和解 其实那些我逃避的问题 我更有办法解决了吗 我很真诚告诉你 并没有 也并没有 但是我现在还能谈论他了 因为我已经看见过他了 我试图去拥抱他 但内心的难受 还是存在着的 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 文学是无法 文学不是提供答案的 就文学很难提供答案 但是文学其实能呈现 能显现 能看见我们本来 就是没有勇气 没有能力 抵达和看见的部分 我觉得这就是了不起的功德了 事实上 其实我在皮囊里说一句话 理解是对他人和自我 最大的善举 所以皮囊的后句里 我也有一篇后句叫做 我想看见每一个人 其实刚才 雨婷讲的那个事情是真的 因为我是在 就讲的那句话 我是真的有感触 就是我是在我父亲离世之后 我用皮囊那篇文章 残疾那篇文章 我拼命想看见他 我发现我不认识他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不认识 参与我们生命 构造我们生命的 那些重要的人 我们只认识他的角色 父亲 母亲 事实上其实我不知道 他的七情六欲 我不知道他内心 经历了什么 虽然他已经耗尽他一辈子 为了去托举我 但实际上你不认识他 其实皮囊这本书对我来说 就是有机会 有勇气 有能力 转身去 面对 去看见 去拥抱 你最 经常逃避 但耿耿于怀 的部分 因为那些部分 往往是你最爱的 最爱的 最在乎的部分 我会觉得 这就是文学很重要的工作了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也能从这种 至亲离去的伤痛当中 尽量地恢复自己的力量 那现场还有哪位朋友 有问题 想问一下 有没有香港的朋友 愿意问一下的 来我们叫一下 这边的朋友 前排第一位 谢谢 老师好 我是今年高三毕业生 然后参加香港这边的高考 昨天刚放榜 然后在填报大学的志愿 然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其实我有些迷茫的 因为我想去的大学 是非常遥远的 然后刚刚 我听老师在讲座的时候 就有听到 在我们去往远方之前 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来处 然后由此联想到 我跟我老师的谈话 他说我不够localism 就是我不够本土化 然后我就在想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我们接触手机和接触电脑的时间 可能会比我们接触父母朋友的时间更多 然后这会使到我们 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广阔 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们之间情感交流的一个联系 然后在这个理性正确的时代 金钱 然后分数 还有公民 也会消磨着人们之间的情感 所以我在这里我想问 面对这种 就是带着情感缺失和情感联系缺失的人们 应该怎么去加强他们与故土之间的联系 怎么去做到localism 怎么去做到本土化呢 谢谢老师 我现在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这个时代的 你说的本土性是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在 想着我女儿的本土是什么 也说的故乡是什么 然后在回答你之前 我又要岔开一下下 就我女儿读的学校是 我就不说那学校的名字 然后我之所以让我女儿读那个学校 它是一所国际学校 因为我不愿意我女儿 就是受传统音试教育的那些 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挺抗拒那套东西的 但是我又很担心 我女儿该用怎样的教育 教育结构 对 然后结果我去参观那个学校的时候 那个老师 就那个校长跟那个招生扮主 跟我讲了几句话 让我很触动 他第一句话说 其实蔡老师教育是有原罪的 我弄了一下 他说因为教育老想用过去的经验 陪小孩面对未来 这不很荒谬吗 他说这是他的困惑点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学校是一个很真诚的学校 然后第二个是 他觉得我们此前的双语教育 就中国大陆的 他们的那所双语学校 我会很震惊 他说其实是完全失败的 我说你这句话不要给原来的家长听到 他们很震惊 他说因为他发现 就中国最早一批的那些读国剧学校 都是英语教学 但是他发现没有母语思维的 没有母语积累和母语思维的人 其他感受世界的细腻度 和思考这世界的敏锐度 真的比有母语思维的人少 就是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母语 或者说没有母土 其实他的思考的深度烈度 和感受的深度烈度 是会受损的 这些句话当时让我是很吃惊的 我是没料到说会在这么一个学校参观日 会听到这么认真的提问 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以为 我可以跟他聊这个问题吧 但这句话其实是触动到我的 是的 其实你刚才说的本土性是什么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自己生活跟世界是隔着一层的 跟自己的家庭是隔着一层的 跟所有的感受和情感是隔着一层的 但其实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的灵魂 就像我刚才讲到 为什么我能写出那些人 小人物的各种细腻的东西 因为我被那些人真的拥抱过 被那些灵魂真的拥抱过 被那些灵魂真的构成过 就是有发生真的关系和真的羁绊 所以我对你刚才说的那个 本土性的问题 确实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当下的人因为 就是互联网 就是那个移动通信 其实会隔着 但其实我想讲 就是说你刚刚问说怎么办 首先我觉得 第一请你降低对作家的期望 作家其实从来很难回答问题 其实我觉得如果 但凡你看到老是在 叫人家怎么活 就是生命道理的作家 你赶紧远离他 因为他往往是偏制的 因为他找到一套方法 就拼命地要往这套方法去安 我其实能回答你的是 我会尝试这么做 我会尝试这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尝试很尽可能地 真诚地去跟每个人发生关系 去跟每个事情发生关系 因为其实只有真诚 才能划开那层薄膜 只有无比真挚的 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珍惜 我讲这个话 可能到现在还很悬 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写作 如果你是虚假的 跟他发生关系 你就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怎么当一个作家 其实那是因为 你想当一个作家 而不是你真的知道 写作是什么 如果你是真的知道 写作是什么 你其实会问我 非常细的问题 你会跟我说 比如说我遇到哪个点 然后那个点上 您是怎么做的 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说其实 我会希望每个人 要拼命地划开 你所有感受的薄膜 拼命地回到一个事情 最根本处 最本之处 跟人的相处也是 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相处 你不只要看到他 最终跟你形成的 这套生活惯性 你是否能够理解 他每个生活惯性 背后的努力 挣扎 和拼命 想尝试的东西 是什么 你如果意外地 你看见他了 你会发现 你才拥抱到 他情感的本质 我的意思是说 越是一个 拼命用各种工具 给我们各种感受 和体验和思考 赋予薄膜的时代 你只能越 真诚地打开 自我内心 自己的灵魂 去拼命地拥抱 每个事物 和每个人心的本质 我觉得只有这样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这个世界 这种就是通过理性 通过逻辑 归纳的知识 已经迅速地无用化 因为知识 现在变化更迭太快了 但是这世界 最终都是由人构成的 人心都是肉做的 其实这世界 所有的发展 本来就是要不断地 满足人内心 各种幽暗处的 更细微处的 一点点的 就是一点点的 往前走的需求 所以你只有 真的关心人 你才能写好文学作品 或许也只有真的关心人 你才能把那个事情 做到最好 你才能开发出 很畅销的产品 所以我才一直在说 文学 我在某种 我要划破这薄膜 我也建议可以多读小说 文学是无用之书 但其实是最有用之书 因为世界都是由人构成的 人心都是肉做的 你去看一个个的灵魂 就是一个个真挚的灵魂 如何划开自我内心 走进自我内心深处 或许你就能帮助自己 划开自己的 包裹自己的隔膜 那层薄膜 然后去拥抱到更多 真挚的灵魂 和这个事物的本质 谢谢 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 这个问答环节 到这里就结束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 今天各位读者 非常真挚的提问 以及蔡崇达老师的 耐心解答了 那之前您总是说 是希望读者 比起更喜欢您个人 希望他们能 更喜欢您的作品 对 不过今天大家也是 在现场可能感受到了 您更多的个人魅力了 再一次让我们 用热力的掌声 感谢蔡崇达老师的分享 同时呢 我也是个人希望 每个人在听完 今天的讲座以后 能在心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故乡 好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到此 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由我们 香港冒发局的代表 来现场进行一个 感谢状的颁奖 来 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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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